有品看人品 如果一个人在饭局上有以下四种表现 多半在职场上也没有太多能力 要尽快的远离 一 逢酒避醉 最后必说人是非 这样的人更多体现了他对自己没有掌控能力 做事缺乏分寸 没有分寸感 做事全凭意识兴起 影射到职场中自然就会容易情绪化 缺乏一定的自律性 甚至有点随心所欲 遇事喜欢抱怨 背后说人是非 永容易得罪人 这样的人成不了事还会坏事 二 吃饭只顾自己 不注重饭局礼仪随意翻菜的人 这种人在饭桌上就过于自私 在职场当中自然也同样的自私 做事前凭自己的喜好 工作中遇到困难或者是稍微有什么不满的地方 就怨言满天飞 对工作挑肥减受 只愿意做轻松的容易的 把男的全给推给别人 三 酒庄上喜欢劝人喝酒 尤其是喜欢看到别人喝醉出丑的人 这种人对应到职场中 属于表面对你非常客气 礼貌 嘘寒问暖 看上去是一个好相处的同事 然而内心心里阴暗 背地里特别希望同事在工作中出错 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别人竞争 而是喜欢用各种小手段 阴招拉同事下水 从而凸显自己的工作能力 这样的同事特别像竹楼里边的螃蟹 他爬泡出去也会死死地把你拉下来 你也别想爬出去 这种一门心思想着怎么把向上爬的同事拉下来的人 自己又有多少能力呢 但凡有眼力界的领导也不会喜欢这样的下属 他的职场又会有多好的发展呢 四 喜欢蹭吃蹭喝 酒桌上占尽便宜的人 比如说招待客人剩下几包烟 自己偷偷的装走 我遇到夸张的 饭局结束后多叫一两道菜 说带回去给孩子吃 反正是公司付钱 最后一了解啊 原来此孩子非比孩子 是带回给他家的毛孩子吃 什么是毛孩子 评论区自有人告诉你 这样的同事啊 除了公费应酬能凑净凑 同事之间请客也是如此 只蹭别人吃的 自己从来不会请别人 眼光格局过小 只盯着眼前的一些迎头小利 工作上如果和这样的同事合作 对方总会想办法偷奸耍花 让你多做事 他休息 最后功劳出来了 他还会抢 只想占别人便宜的人 又能够走多远呢 饭局食人品 尤其是职场上的饭局 聪明的职场人 总是懂得把职场的应酬 当成战场 像一个工作任务一样去对待 未有主次 只有高低 严有轻重 才有良热 点击左下方连接 了解更多饭局社交技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